我其实本身现在也没有脱离教学的岗位 所以我的学生很多也是中文领基础的本地人 所以我一直也是给他们这个忠告 我们学习一个专业还是一个语言 我们要看大趋势 虽然说现在柬埔寨的主流的外语是英语 但是我们要看看柬埔寨长期的发展过程 其实不用看长期的 往后看也是 柬埔寨的经济最大的劳工 他服务的是什么行业 程一业 程一业的老板是谁 中资 没有欧资美资来你们这边开工厂 他们自己家里工厂都没有了 都是中资企业 那这就是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在往后节目在作为东盟的成员之一 我们现在所处于的是一个叫做OCEP OCEP的一个经济结构里 我们会跟中国以及东亚国家更深层的 在经济上更深层的做一些合作 尤其是中国 中国它体量就在哪 那只要我们可以 节目在能与中国市场产生一定的联系的话 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我甚至可以提供一个佐证 全世界97%的榴莲 是被中国人吃掉的 那我们可以想想以后榴莲可以卖去中国 前两天有一个新闻是节目在的椰子 也可以开始卖去中国了 农产品会慢慢的往中国那边去卖 那你要跟中国交流是不是需要中文人才 不只老板要会中文 你销售员也要会中文 因为你对接的合作伙伴是中国人 所以中文市场一定有 这些还只是农产品的阶段 我们再讲到这个产业升级 结果再不可能永远只干成一业 我们也是要技术的升级 那技术的升级呢 中国现在也是有 把过剩的产能向外迁移的一个要求 因为它也要往高科技发展 那比较中等的这些技术 它会下放到其他国家去做 那如果我们要承接这个 我们是不是需要语言 那你语言差不多的 你可能可以当一个技术工员 但是你语言非常好的 你就可以在这个行业里 当一个管理员了 所以中文是有市场的 也正是因为中国中文的市场这么大 中文教师的市场就更大了 你要有人会中文 要有人先教中文嘛 所以会看到这时候 这段时间 如果各位在Facebook上 随便搜一搜 很多新的这个中文学校 中文线上课程 都在出现 因为这个市场已经出现了 中文教师也 也是变成一个大需求了 那现在进入这个行业 就没错了 但您谈到线上教学的 教中文的 我看一些也是不太 就是发音可能不太标准 对 会带来困扰 会带来困扰 我们俄语教学里面 有一种说法叫固化 固化 就英文就叫Facialization 因为这个错误 你犯得太多 你会觉得它是对的 以后就很难矫正过来 那这种会发生 但是就其原因是什么呢 还是不外乎 第一 中文需求很大 第二 中文有质量的中文教师很少 所以差不多差不多的都赶上来教 那如果你中文教学质量过硬 你真的不求找不到工作 甚至都不用到学校工作 你自己开个个体户 我们弄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你开个个体户 一个学生你交收十美元 十个就一百了 一百个就一千了 一天你交三班 那是多少了 一百个学生听起来很多 但是一天你交三班吧 那不就变三十个学生了吗 那一天你交六班 你当一个个体户 就可以在中文教学这个行业里 找到不少的收入